生活理财自由自在,我是Abi 上期视频已经和大家分享过 理财系列结婚那件事 大概是需要多少的预算 这一期视频将会和大家分享 如何计算出属于你自己的老婆本 经过一轮的整理 我把上次结婚预算分配成百分比 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花最少钱和花最多钱的顺序对比 那假设你没有100千去筹备婚礼 那你能怎么办呢? 首先要给大家一个小警惕 就是避免为了一生人一次的婚礼 去借钱结婚 借钱结婚而申请person loan的情况 已经开始普及化 而借钱结婚将会面对巨大的负债压力 而且又要生小孩 而引发了没有必要的生活问题 那就让我们看一看 如何简单的生活理财 而幸福美满自由自在 第一,了解自己的预算 首先我们必须参考回刚才的百分比分配图 然后再从dotal cost开始调整 比如说目前我们结婚的预算是50千 那我们可以按照刚才的百分比来分配我们结婚的预算 第二,调整不合理的预算数额 可能你觉得求婚怎么可能用600块而已 那你就可以在actual day那边最大的分配开始去调整 鼓励,绝不操资 因为根据统计,一对夫妻在结婚后 基本上都会供车供房还有小孩 这就看你如何控制你的生活理财了 三,让长辈理解你的财务处境 做一个有共识的婚礼 要知道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家人的事 传统习俗虽然不能少 但是体恤儿女也是婚姻最好的祝福 在这里也不鼓励爸爸妈妈将自己的退休基金送给孩子当成结婚礼物 因为Abi认为只要父母可以健康平安拥有稳定的退休状况 这才是真正帮助孩子独立成家 也别为了结了就婚了 在这里祝大家幸福快乐生活理财自由自在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可以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大家